太阴阳明论篇第29 皇帝问曰 太阴阳明为表里 脾胃脉也 生病而易者何也 齐伯对曰 阴阳意味 更虚更实 更逆更从 或从内 或从外 所从不同 故病一名也 帝曰 愿闻其易状也 齐伯曰 阳者 天气也 主外 阴者 地气也 主内 故阳道实 阴道虚 故犯贼风虚邪者 阳寿之 时饮不解 起居不食者 阴寿之 阳寿之则入六府 阴寿之则入五藏 入六府则身热不食卧 尚为喘呼 入五藏则磨满必色 下为小食 久为长屁 顾侯主天气 燕主地气 顾阳寿风气 阴寿施气 顾阴气从足上行之头 而下行云臂之指端 阳气从手上行之头 而下行之足 顾阴阳病者上行吉尔下 阴病者下行吉尔上 顾上于风者 上先受之 上于失者 下先受之 阴替 疲病而四肢不用何也 齐伯曰 四肢皆比去于胃 而不得知经 避阴于疲 乃得病也 今疲胃不能为胃形其经验 四肢不得病水骨气 七日已衰 脉道不利 筋骨肌肉皆无气生 顾不用也 帝曰 疲不主食何也 齐伯曰 疲者土也 至中央 常以四食掌四藏 各十八日聚至 不得独主于食也 疲藏者 常逐未土之经也 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 故上下之头足 不得主食也 帝曰 疲与胃以磨香连耳 而能为之 行其今夜何也 齐伯曰 足太阴者离也 其脉冠位属皮落矣 故太阴为之行其于三阴 阳明者表也 五脏六腐之海也 亦为之行其于三阳 脏腐各阴其经 而受其于阳明 故为未行其今夜 四肢不得病水骨气 日已易衰 阴道不利 筋骨肌肉无气以生 故不用也